永春拳是集内架拳法和近身打法的拳术 它最讲究实战 军队啊 来 练练寸拳 给小龙看看 拿板来 寸拳就是在一寸之内 发出全身的力量将对方打出去 一寸之内 没错 别的拳法力主要是靠腰和胳膊 而永春拳 法力是靠全身解体之力 所以能在一寸之内发出强大的爆法力 拿着 回来 他 在一起 我盯上 我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我向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父走 你是跑步过来的吗 对 按照师父的要求 每天跑十公里 来这里五公里 回家五公里 好 要坚持下去 师父 今天教我什么功夫 哦 你看到那个墙角了吗 到那里扎马步 先扎一个时辰 扎马步 师父 我想学实战招数 扎马步我还是回家练吧 闭嘴 扎马步去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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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也挡不住他 那 叶师傅答应收他为徒了 我只是先生叶大师看一看 收不收他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想要不要 我只是想要不要 Zither Harp 师父早 早 师父 今天我可以和师兄他们对练吗 我扎马步扎了一个礼拜了 钟凉 带他去练万里吧 走吧 走吧 小龙 小龙 你能把它举起来吗 这个有难度吗 还要练 不是那么举 手抓住一头 把杆举平 扎好马步 我来举 你看我能举平啊 你能举一个小时不中吗 师兄 我可不可以不练这些费力没有用的东西啊 我不想这个佳琪这样度过 起舞不练功 到老一场空 师父让你怎么练你就怎么练 师父 小龙在练着呢 师父 我可以 不练这个马 每天都是蹲马步 举杆子 看来 你就是要练一辈子 什么 我要练一辈子 没错 基本功不扎实 再好的功夫也会走的样 你就是得练一辈子 只是 每个时期有不同的练法 现在练的是举木杆 把它换成铁棍的时候 你就可以举更重的东西 师父 我可以不练这个吗 不可以 师父 你教我有用的东西吧 不行 你继续练吧 小龙 我再跟你说一遍 如果 不练好基本功 再好的功夫 也要走样 知道吗 师父 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有用的东西啊 你先把杆子举好再说吧 妈给你盛 还看呢 谢谢妈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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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手没事吧 儿子 真没用 都肿了 一天到晚的让我扎马步 我扎稳了又让我举棍子 一举就是一天 什么也不消 才这么几天就吃不消了 你看把孩子累的 一天到晚的举棍子 谁都吃不消 难道这样就能把武功学好啊 当初我不让你练武 你还不听 你偏要去 这才几天呢 我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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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